哈喽,大家好,我是包哥 现在我的位置是在江苏省 在这里上期视频讲到 一位女粉丝要过来 给我看一辆车 今天她过来了,车我也看了 大家看一下只有这个车 然后她说 不想上镜 也不想拍视频 后来跟她谈了谈我讲多少钱 她说车子要送给我 送给我我也不会要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包哥也不是不善不适的人 也不会要人家别的人东西 她说坐下来谈一下 我想拍个视频 她说不要拍 我想也行,不拍就不拍了 然后她跟我谈了一些 她是离婚的 有三个孩子 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税数也四十多岁 比我小一点 她说如果能走到一起的话 我们就 这个车就让我开 一起改装一下 一起外面从江湖 包个家 大家再考虑一下吧 这个是一个小公园 怎么说呢 然后昨天晚上 我请她吃了晚饭 不拍视频就不拍吧 反正她的目的 我是要买车 她的目的要谈朋友 有可能大家在这里交往一下 能走到一起就走一起 不能走一起 我们就当作一个很好的网友来接待 也是不错的 在这里看一下 这个也是包个露营的一个小公园 这里也蛮好的 这里的水还是比较清澈的 在这里 听刚刚登下来 有可能光性不好 这里太阳啊 还是烘烘的 主要包个这两天也没更新视频嘛 反正就这两天正好在休整 几天 我想晚晚休息休息 没有更新 这两天人也变胖了 也胖了好多 听刚刚找衬衫穿 有两件长袖的衬衫都套不上去了 都穿不了了 因为包个这里有一个 在这里也没办法穿了 以后还要买一点 长袖的衬衫 想不到 然后在越南拍视频 拍了几个月 拍胖了 那位网友呢 他也是在江苏的镇江 江苏镇江人 特地开了车过来看我 我想不想 收理他的车 虽然是一个 金杯的面包车 改大一点的话 一般的东西还放得不错 还是一个自动档的 他要送我 我就不要了 反正包个也不是小气的人 也不是贪财的人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还有包个在越南的网啊 已经下个月吧 可以中国的车子可以开到越南 东兴可安过去 但是他不能开到河里 也不能开到胡志明 的包个意义不是很大 如果可以开到胡志明的话 我还可以去见一下 干女儿的开宝 还有莉莉 他只能到了越南的 过去一点的夏龙湾 这里是一个景区 旅游地方 在在盲街 可以转一下 大肆的情况是这样 那车子到越南的情况 有可能在下个月 有可能就通关 中国的车辆 进入越南 但是 我也想 越南是一个交通 很堵塞的 一个城市 不可能 中国的车子大批量过去 因为越南 他的胡志明 摩托车多 车子也多 一般的没办法 交通堵塞 他们都是以摩托车 这样子也是 也不方便 如果车子开到胡志明的话 他交通更堵 摩托车更多 一般的不是老司机开的话 在胡志明城市 想开一辆车的话 还有一点 技术 新司机根本不行 老司机的话 还妈妈糊糊 真的太疼 现在还是打算 如果 调辆大的车的话 好一点的话 鲍格也想 挑战一下 俄罗斯 在俄罗斯 也是中国的最北边 木河 对吧 在俄罗斯过去 他也是有很冷的地方 如果一辆车 不好的话 我想 也难 在国外自驾 不但在下学厅 农与厅 还要四驱的 两驱的车 可能还不行 在俄罗斯 去玩一下自驾 也是一种挑战 鲍格 也没有什么 主要与粉丝 大家沟通一下 郑江的这个女的 四驱都醉 那也可以 就是讲有三个孩子 鲍格也暂时把当作 进来 人家的车 我不说 告诉他 我们当一些 很好的朋友 大家交流交往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 今天 鲍格的视频 就录到这里了 感谢家人们观看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关注鲍格 带你旅行不迷路